回到知識ESG的時間 今天直播室繼續有Christine 林順文 也有我的拍檔Vicky 李永林在 我們上個星期還沒說COP28 這個星期剛剛開會完 開會完 總結給大家究竟談了什麼 大部份要談的都說了 我們對上一次是11日 11日開完之後就應該是12日開完 基本上大部份要出的都已經談好了 或者更新不算特別很多 純粹大家有些言論 究竟COP28會不會有些失望 因為這次他們在Climate transition 由Phrase Out和Phrase Down的work out很久 也有逐步減少 還是一次過抽走的Fossil View 是有些爭取了很久 有些國家想逐步整個弄走 有些國家想逐步減少 因為如果逐步減少 就可以給他們一些交易的時間 慢慢去度過 如果不是一刀切的話 如果本身國家的地方 真的依靠著用Fossil View去生存 那就GG了 經濟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這部份上 某些國家其實是沒有特別去簽署 也沒有特別去認同 究竟是Phrase Out和Phrase Down這個字 所以有些人就問 為什麼這次COP28 明明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年 因為根據 有具爭議性 有具爭議性的地點 首先有具爭議性 主席有具爭議性 但原來現在根據現時 全世界正在做的情況 去到2100年 都仍然是2.7度 所以距離的目標 仍然是很遠的 所以有些國家想 不如真的剪掉這件事 希望整個計劃更快 但是不是真的這麼容易 有些國家是真的用著 所謂液化石油 這一類的燃料 真的是他們的主要經濟來源 所以其實真的有點難 如果你看一些網上的新聞 Propaganda 又會有些圖 或者叫化石燃料 有些圖是COP23 24、25、26、27、28 最後的總結都是一樣 每年都在同樣的方向 所以有些人覺得 是不是很傷心、很努力 但另一個反應 其實都是一步一步步進行 但仍然是 科學家仍然覺得 這是一個步步 慢慢有改善 多了國家的認同 但仍然 究竟是不是真的沒有希望 還是要慢慢繼續去行 相信 你要想一些方法 如何去幫助一些國家 如果原本是依靠著 一些石油氣、煤氣等國家 如何幫助他們 過渡過渡過程度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還有碳排放 除了碳排放 那些微星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氣體 要留意 會影響著碳排放 所以這些都是科學家 他們現在在說 希望接下來在COP28 可以在這幾方面 會有更多進展 但你說COP28 另一個更開心的方向 就是我們之前說的 Loss and Damage Fund 始終都是一個進展 這個Fund終於結束了 終於有些錢去批出來 願意發展完成的國家 肯幫忙應投去解決這個問題 雖然我們也有說過 每個國家 沒有一個特定的數目 你可以多些 它可以少些 可能你對Climate Change的影響大些 但可能你出少些 沒有一個特定的Criteria 但總算是一個開始 沒錯 而且起碼先踏一步 因為之前答應了很久 你要有這個錢 然後又不肯買單 但起碼爭拗了很久 搞到發展中國家 和已發展國家 在這方面其實爭拗得很僵 但現在他們真的踏出一步 開始批些錢 起碼有多些 那個橋樑 起碼不是先倒下 是先倒下 還有這個憧憬 其他接下來會逐步 即是以發展國家去幫忙 去認投這件事 和去撥多些錢 當然背後還有其他 究竟這些資金如何營運 究竟那些Manage Run-Tree是怎樣 會否可以Disclosure多些 整個透明度多些 這個我想衷敬 COP28在這方面 都要有更多的資訊 可以給大家 還有另一個 就是Global Stake的問題 我們就說期待會不會 因為說每五年一次 要派服成績表出來 簽了那二百多個國家 究竟是否真的按著他們的記錄 去做他們答應了的 一些解決氣候問題的情況 一些法律也好 沒有措施也好 建設也好 這是大家很期待 每個國家都看到的成績表 但又是整個會議的經驗上 會有這件事 但沒有份成績表出來 讓大家看到 究竟是否所有事情 要緊緊的進度去做 不過你看回 如果在亞洲 以至東南亞地區 暫時看到 今次COP28 暫時看到超過130個國家 是簽署了COP28 當中也有看到 其實他們說 希望逐步淘汰化石燃料 去進行談判的時候 都是遇到很大的阻礙 我們剛才也提到 最終在12月13日的時候 都達成了一個所謂歷史性的協議 呼籲以公正、有罪、公平的方式 去推進能源系統轉型脫離 即叫做Transitioning Away 去脫離石化燃料 而在關鍵的十年當中 希望可以加快行動 希望可以繼續達標 在2050年之前 實驗符合科學的淨寧排放 除了首次提出要脫離石化燃料之外 亦呼籲減少煤炭 希望在全球2030年之前 將溫室氣體排放 由2019年的水準減少至4% 作為2050年實驗淨寧排放 目標的一部份 所以整個COP28大家最留意的焦點 始終都是碳排放 和Loss and Damage Fund 因為COP28之前有說過 其他人權、人權、災難、打仗 而引發的女性問題 甚至乎糧食問題、貧富元素問題 都是在COP28有討論過的事情 而另一個更大的進展 其實不只是專注於碳排放 碳排放是一個很重要的要行的情況 但其實這些人權、政府上的 都是COP28或其他各國會留意的 下一屆COP29會在蔡拜疆舉行 到時候就說希望 尤其是在資金方面 希望在29屆COP29的時候 就會成為一個焦點 而且下一屆大會已經被視為 所謂融資氣候大會 即是跟錢很有關係 即是實際要做Operation 沒錯 尤其是Loss and Damage Fund 而且他們真的要有落實方案 所以全部都是跟金融相關 而且他們也有說 接下來處理氣候的議題 多了很多 即是減碳、環境適應、有沒有新的技術 以及剛才提到的金融方面 究竟市場如何落實 去投入金錢去改善 就是下一屆COP29 大家會觸目或者要留意的 不過又是這樣 我經常覺得一些說到淺的東西 在那個controversial裡面 又再討論得更容易 那你也知道 始終錢這件事 其實是關乎國家的利益 所以這個我想都有排牙 我們稍後回來繼續再談 好 繼續回到知識ESG的時間 今天直播室繼續有Christine 再加上我的拍檔就是Vicky 李永林在 Vicky 今天穿得紅蕩蕩 我猜你也是預備聖誕 沒錯 因為下星期已經是聖誕 上一節我們就講一些很Hardcore的東西 我們會開心一點 講了COP28、COP29 今天就講一下二、三年的聖誕 要先說定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我記得去年 我們就跟大家講了聖誕節如何環保一點 我不知道大家去年買過聖誕樹 今年有沒有擺放 我今年正在用 我也是正在用的 我還是仍然同一棵聖誕樹 我仍然很喜歡那棵紫色的聖誕樹 很難找的 所以我覺得很好 買一棵聖誕樹保持得很久 是很好的 我很興奮我的貓不是那些破壞王 我的朋友一看到我發了聖誕樹 就不斷發貓破壞聖誕樹的影片給我 就說教你的貓去破壞 然後我就說不要 我的貓不會 所以我的聖誕樹仍然安全地放在那裡 可以繼續reuse 如果大家想記得 如果真的買一棵真的聖誕樹 又怎樣可以循環去回收 可以翻看我們去年的一個節目 還有政府也有些公佈 如果你真的買真聖誕樹 有什麼回收期都有 但是ESG不只是說環保 我們經常都說 還有說人的心理 社會的健康是怎樣 前一陣子都經常有很多精神的新聞出現 或者一些不開心的新聞 所以來到2023年最後一個月 也在臨近聖誕 就想跟大家說一些精神的問題 或者開心的問題 怎樣做到12月有一個self care的情況 你平時會怎樣去放鬆這個心情 去解決這個心情的問題 其實我很簡單 我純粹就是讓大家自己靜下來 有時候會爬一步 現在太冷了 但是沒有 有時候爬一步 總之你什麼都不做 什麼都不想 其實對我來說 就放鬆了 又或者我會去洗澡 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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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衣 做一下臉 我覺得很放鬆 這個是真是很好的 真是一個self care 愛自己吃自己的一件事 因為你不知道做什麼 你不知道做什麼 最好就是不要想 反正你再想都解決不了 是嗎 這個真的 這個都是我自己如果不開心 或者很累的時候 我都會靜著坐著不動 然後看著電視 然後可能吃著朱古力 我會看這個卡通片 和你一樣 我會看那隻 搞笑 那隻公仔真的很好笑 我都會 這個就是去review自己的時候 很悶的時候 或者很不開心的時候 這個都是一個看得開心的movie 是一個令自己開心一點 self care的東西 還有為什麼我們剛才說 聖誕樹或者self care 原來你decorate自己的空間 佈置得很漂亮 都是一個令自己可以開心一點的 一件事 所以為什麼我說 如果要擺聖誕樹 其實是挺好的 甚至乎你和小朋友一起 整個 decoration的東西 有一個self care的一件事 還有我比較喜歡收拾房子 收拾得很乾淨 然後我就覺得自己很開心 是嗎 是啊 我又不會 以前沒有姐姐幫忙 我會做全都的家務 然後我就覺得很有成功感 很有成功感 你就會覺得很開心 其實我想是找一件 你自己有一種滿足感的東西 對 這個也是我想說的其中一個話題 如果要怎樣去self care 就是做一些令自己開心的東西 令自己開心的東西 令自己開心的東西 不一定是吃喝玩樂的 真的很像Christine 原來撿完屋 然後整個屋很乾淨 很精緻的 很滿足的東西 也可以像我有時這樣 什麼都不想 放在那裡 就這樣看笑片也好 看卡通片也好 都可以是 沒錯 這就是self care其中一件事 年尾 又要提醒自己 要活在當下 一些過往不開心 或者曾經有人對你不好 忘記他 還有我覺得有很多時候 人當然會有煩惱 正所謂的家家有本 難驗的經 但是不是你真的 不停地所謂的解決問題 解決問題 那個問題就會解決呢 可能你一輩子都解決不了 是真的你一輩子都解決不了 你唯有跟問題一起去生活 是不是很樂觀 原來你是晴天寶寶 對 我算是正能量之星 你應該可以把正能量給予更多人 因為self care是一件事 你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或者自己訂在一邊看電視 看卡通片 喝酒 很開心 但是這個社會問題 我們經常都說 有些不開心 原來有些人是需要大家陪伴的 陪伴不一定是說 一定要開派對 很靜地坐在旁邊 讓一個擁抱 聊聊天 一起大聲 都是一個self care 令到大家身邊的朋友 精神可以好一點 所以接下來這個聖誕節 都希望大家嘗試踏出一步 做多些不同的羽工活動 可以多陪伴身邊的人 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 像你這樣說 坐在那裡看電視 坐在那裡不想 有些人是不行的 有些人真的要開派對 所以其實現在社會上 很多人是需要我們去幫忙 或者是陪伴的 所以其實這個weekend 或者這個聖誕節 可以做一些義工活動 可能派一下聖誕老人 派一下課堂 一些社服機構做這些義工活動 你有沒有試過 我有 我剛剛有個經驗 是跟小朋友一起 不過是學校舉辦的活動 跟小朋友一起報戒音 那個經驗都挺有趣的 去他的學校附近 我知道他去了一間 因為他們都是教會學校 去了一間學校 可能有相關聯的老人院 跟著跟他們表演報戒音 然後整班人一起出街 連家長一起 挺有趣的那種感覺 跟著他很環保 他們自己有些聖誕卡設計 那張聖誕卡 那張聖誕卡 老師就會幫你彩print了很多張出來 可能連教會訊息 一起送給你的圖人 我覺得一方面就是親自活動 第二就是練個膽 第三就是練個小朋友的禮貌 這方面都挺有趣的 挺好 可以溫暖到社會外面的人 其實很多時候 有成人在街上走 好像很開心沉悶 他們有時需要別人的關心 因為小朋友拍張卡 就會很窩心 我想說這個經驗 是我正正好像一兩年前 那時候也是學校這樣派給我 那時候就是因為 照顧他們又要做家務 遲了上班 立刻想要搭的士 又找不到的士 很生氣 所有東西都火了 對 火了 然後低班的同學就說 一一送給你的 祝你聖誕快樂 那一刻其實我明明真的很生氣 我說謝謝你 但我收完之後 我就覺得 其實這樣生氣做什麼 你生氣完之後 車子也不會馬上出現 對 還要令到你 可能有血痕不好 然後有屈出病 所以為什麼我們這麼在意 就是精神問題 其實整個社會 或者香港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要留意 所以ESG不僅是港醫的 大家社會的健康 人的健康都很重要 我們接下來的公司 我們真的有 一些弱智兒童的學校探訪 然後我們老闆又會辦聖誕奴奴 那你也會參與 我會參與 我會參與 很開心做這些 你真的跟小朋友去玩一下 又或者給他們溫暖 甚至乎有些老人家探訪 其實都是一件好事 老人家在老人院 其實聖誕節他們有什麼做 最想跟他們玩一下聖誕節 唱歌 派禮物 其實都是幫助社會上的 所以特地 就來聖誕節輕鬆一點 希望大家在精神上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下來 發射